现在居然还有偷渡客 这是在金门的岸巡总队 所查过的一个大陆偷渡客 当时候呢 他全身上下只穿着一条内裤 用竹竿划着保力龙 晚上的时候 慢慢靠近了金门的岸边 这个张姓男子说 他是因为不满打工的船家 不给工资 他才会趁着深夜的时候 独自一个人跳船逃跑 来看到今天清晨的最新画面 来 我来卖汤 半夜十二点多 金门海巡总队发现在乌沙桥海面上 游离大陆偷渡客 手拿竹竿当船桨 划着一块长一百五十公分 宽七十公分的保力龙板 靠近金门岸边 你要狗好吗 没有 这名江西男子被逮捕上船 当时全身湿透 只有穿一条内裤 有湿温的现象 海巡人员赶紧帮他穿上衣服 送衣急救时 身体还不断发抖 他表示说他自小 大概四岁的时候 就卖给了父母亲 就把他卖给了船家 船家多年来 就是只提供他食杉 还有衣服 没有给他工资 他心有不甘 所以就想说趁着黑夜 跳船游离 这名大陆偷渡客 从小到大都没有上岸过 海巡研判 他可能是对岸的幽灵人口 跳船逃跑之后 在海面上发现保力龙板 才会想偷渡金门 没想到偷渡不成 反被逮 又将被送回潜伴 中文新闻李俊龙和赵伟 经文采访报道